小安提供了一张照片,这是一条战报,发布在一家叫伊普茂的减肥机构软件上,署名是杭州拱树区的昌女士。 一张对比图上写着减尾5厘米,就是减腰尾的意思。 照片中脸部做了处理,小安说,图片里的人是她,这张图出自她的减肥日记第53天。 从今年4月26号开始,她在一款软件上每天发布减肥对比照,也都做了脸部处理。 我大概22岁的时候只有60多斤,然后后来就是生病了,就是自己心情不是很好的,那种生病了。 生病了之后,然后就是有点自暴自弃,就一路胖到150斤,然后现在后来就是因为我要快要结婚了,有的穿婚纱不是很好看,所以就开始减肥。 小安的目标是120天瘦到90斤,通过拍照打卡的方式激励自己。 采访这天是她减肥的第170天,体重110斤,虽然目标还没有完成,但效果已经很明显了。 再来个一个多月就可以了。 怎么减啊? 就是运动,然后加适当的饮食,合理的饮食。 需要去电视房买科吗? 不用不用不用,我没有买科,我没买科,我就是纯靠自己。 运动,因为我技术比较大,我一开始是游泳,因为技术大的话,去跑步什么特别伤膝干嘛,然后靠游泳瘦了20斤。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有增加了一些力量运动,就撸铁什么的,也是跟网上学的。 小安在网上已经积累了4万粉丝。 10月10号有粉丝私信她,问她去过衣浦帽吗? 小安这才发现,她的照片被人裁剪后,发布在了这家公司的软件上。 就是我不是很在乎,就是别人怎么看到这个事情,但是我不确保她的减肥机构是否是一个健康的,是否对身体有没有伤害的。 如果说她拿着我的照片去做这个事,人家相信了,去做了。 那人家的身体如果万一受伤害的话,那是不是有我一部分原因呢? 这条战报出现在伊浦帽软件首页上,是10月7号发布的,目前已经有6000多人点赞。 战报中还付了门店的减重项目,费用是6999元,已经有一个人预约。 门店是伊浦帽轰纸工厂杭州万达商业中心店,这是一家加盟店。 营业执照显示,今年4月份开业。 对啊,这些都是真实的客户啊。 你们会去核实吗? 这个的话,因为我们也是我们门店,这个它都是,就是从不同的一个门店,他们自己传上来。 这个谁传的?这个人们传的? 这个不是我们,我们只是一个门店。 然后这个的话,就是一般,一般这个是后台的一些问题,都是总部来搞的。 门店负责人不在,前台提供联系方式。 这个APP嘛,它是有各个门店的反馈,然后我这张照片是你们万达,拱书万达的这一个门店的反馈。 所以,这个昌女士是你们的顾客吗? 你上面有那个电话号码,还有全名吗?有没有? 没有,就是昌女士,然后拱书区的昌女士。 那个人的经历,我可以跟你大概讲一下。 她是一个宝妈,然后她产后,她主要是产后修复,然后27岁,然后她是肚子很大,她有一个很长的小作纹,大概是这样,你有印象吗? 没有,她也有那个印象了。 但这个不是你们的顾客吗? 李店长,那这个算是优质案例吧? 就是你说的,我还没看到咧。 咱们软件首页推荐的,6000个赞。 这个是能在,就是她在首页推荐的话,应该是各个片区,各个门店最好的了。 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我们店里来操作的,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策划呀,这块他们在做的。 小安有三个要求,一是删帖,停止侵权,二是需要对方查明所谓昌女士的经历,是否真实,三是机构在软件上公开道歉。 李店长表示,需要反馈到总部,再做出回复。 后来,伊普茂轰纸工厂,武汉总部的一位负责内容运营的杨经理联系上了记者。 我们是全国有实体门店的,有一百多家,然后呢,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就是他如果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我们, 就是他减肥的效果分享给我们的时候,我们是会有一定的福利奖励的。 然后呢,客户把这个东西发给我们的时候,其实我们,这个确实也怪我们,因为我们没有适合,客户端有,大概有两三百人, 然后是客户直接发给我们的客户,客户转交给我们后端来。 那门店会不会来核实呀? 就是因为门店,中间没有门店来,门店这个环节。 那就是准确性还有待上去。 对,是的,所以说以前确实也没发生过, 这种有人会去,会去进行这种道徒的行为,这个确实我们也很猛。 我们可以去通过其他的形式去补偿它,但是这个发生道歉,这个确实,我们只能是失查。 后来小安反馈,有问题的战报已经被删除了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 2014年大家被删除了一条片子。 感谢观看